攝影啦啦車如何使用呢 我們請加拿大人特種部隊 Tim來幫我們示範開始 好解開 解開 好拉起來 這個解開 好這要大麥了 哦 登登 就這麼簡單 好我們請這個 80公斤的 熟靈的這個80公斤的阿伯 阿伯平常做人和善 遇到街坊鄰居 總是親切的打理 阿伯遇到老太太老先生過馬路 從來都是不聞不問 哈哈哈哈 我們這個主動階級好不好 阿妹阿妹我剛剛那是佛教禮 哈哈哈哈 好啦謝謝謝謝阿虹老師 犧牲了他的這個攝像 好歹人家 好歹人家也是周杰倫的 那個舞蹈老師 對阿這麼說過氣了過氣了 過氣了過氣了 謝謝阿虹老師 丟錢丟錢丟錢 OK 現在加拿大人呢 特種部隊呢 準備要幫大家做一個示範 好我們開始 請問這個袋子幹什麼用的 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好我們開始吧 我覺得應該是要收納的 收納的喔 看套在哪裡 對啊感覺是這個是可以讓這個 套上去 好那我們套套看 欸不愧是加拿大人 因為我剛看半天應該下不去啊 他們老外這種東西很流行的 家家戶戶戶都有買 好攝影車 這叫Tim的攝影車好了 這叫Tim的攝影車 我們可以 剛剛有一個耶穌的仆人說 這可以把手腳剁掉裝十塊 那不是我講的 那個人是阿虹老師 惡人外人 偷竊的傷害人 他現在是要繩之於法 對不對 所以要先去穿啦 這個要自己穿啦 這個要自己穿啦 對 不衝突 對我們兩個不衝突 我們兩個就吐了 我們兩個就是吐來吐去 就是吐來吐去 幹 還沒有拿完整怎麼可以 各位觀眾說起來 就如從這般的輕盈 搖臂啊 然後 然後 剛剛有一個 六十公斤的人坐上去 我們這邊 好拉 那這樣有把子有點擋 我們把把子伸出來吧 來 我幫你看 可以 那個 拉著 你看多好操作 這樣就比較輕鬆了齁 我們剛剛有個六十公斤的人 對我們拉著走 還蠻順的 這個叫做Tim一號 攝影拉拉車 攝影拉拉車 Tim一號攝影拉拉車 好謝謝大家 這個輪胎不會 不會洩氣 所以也不用擔心 沒風 好謝謝 台地步喔 地步要過囉 現在台地步喔 很好拉 一百多公斤的齁 直接拉著走 然後在地毯很好走 在地磚也很好走 轉向系統啊 這裡可以原地三百六 轉向系統原地三百六 然後我們要去賣珠母 尾皮膚 推比較不好推 還是要拉連擋起來齁 這樣就看到 拉非常的順 但是那個要用到就是說 轉向的時候呢 原地轉向 原地轉向 齁齁齁打造片 這個很可以啊 可以再貴重七場 拉著走 擋下了 沒有 沒地步喔 好 你下來 接下來我要收了 你可以下來了 接下來我要收了 收也非常的簡單 來 OK 背背給他 喔 OK 我們是不知道能夠載人 但是 好看一下喔 首先呢 這裡 往上推 這裡 轉鬆 解鎖 收進去 好 那我們要把它收起來 結論是我不會收 喔 這樣原來這麼簡單喔 欸 不要小看他喔 這裡有結構啦 有 有金屬材結構 然後 收起來 OK 好 他送了一個這個袋子 可以讓你背著走 可以背著走 算是很聰明的東西 謝謝 謝謝